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今天主要是在称两个族群 一个台积电 那今天台积电我跟你讲说 如果你每天是我的会员 我在八点半以前都会让各位投资人听一通一音 今天台积电我跟你讲说高点 大概涨到八百九十八百九十五块 就是高点 你红高在八百九十五块上下附近 你还是先卖 今天高点怎么样 八百九十五块 缩盘缩在怎么样 八百八十三块 这个盘已经很明显 用台积电拉 拉不上去 好 第二档股票 二三一七 今天我跟你讲 这一个红海高点到181 我跟你跟各位投资人讲 在九点三十分以前 我跟你讲说 红海涨到181到183 各位你还是卖 但是今天怎么样 直到181.5 那这两档股票都往上走高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你认为好股票只有台积电跟红买吗 那你应当这两档股票 各位我跟你讲 业绩最好的股票不涨 今天你就不用去追高 为什么呢 这档股票四月营收创新高 五月营收创新高 接到AI伺服器 今年EPS至少五十块 五十块 再六百七十块不涨 那你拉这个股票 今年EPS三十八块半 你拉到八百九十五块 你拉得上去吗 我跟你讲 绝对拉不上去 为什么跟你讲说拉不上去 各位 你要注意 大盘 我跟你讲 再度提醒你 大盘出现什么 二度熊背离 你看一下 这个高点 比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 是不是比这个高点来的高 这个高点是不是比这个高点来高 好 你看一下 KD 这个高点比这个低 这个高点比这个低 二度熊背离 所以你老是用台积电把指数创新高 各位 投资人看到这样二度熊背离 各位 你认为他会买吗 那业绩最好的股票都不涨 各位 你今天就不用去追了 你今天就不用去追 而且红高怎么样 依然 红高做卖出的动作 所以今天 为什么拉到两万两千点 为什么会留下两百多点的上限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原因告诉你 出现二度熊背离 真正好股票不涨 那 硬拉台积电跟鸿海 我跟你讲 没有用 大家都知道 鸿海台积电业绩非常好 可是他业绩并没有国际的好 而且国际又接到AI伺服器 那国际不涨 我跟你讲 你硬拉台积电 鸿海没有 好 今天他又拉什么 1514 那这个股票 跟你讲没有用 那1519 也没有用 我跟你讲 明天有一档股票 可能会跌定板 1503会跌定板 明天这一档股票 可能会杀长黑 那把重电股 那把重电股 整个拖累下来 那重电股 依然还是高估 所以这个盘 我跟你讲 内行人已经看出来 从他4月跟5月营收公告出来 内行人已经看得出来 那你说这个一个怎么样 车电 2351拉涨停板 那你这个股票不涨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 你拉这个股票没有用 2428 这个股票不涨 2472 这个股票不涨 6284 这个股票不涨 1522 这个股票不涨 1319 这个股票不涨 我跟你讲 你拉这个股票没有用 因为大家都知道怎么样 这个盘有人在逆势而为 什么意思 他都是拉高估的股票 各位现在投资人已经很聪明的 水准提高了 你硬拉高估的股票 我跟你讲 我不买就是不买 我跟你讲 你硬拉高估的股票 你就是纵然再拉上去 我跟你讲 就像我跟你讲 6125 你当时 拉这个高估的股票 拉到这个地方 我跟你讲 我不追 我不跟就是不跟 我跟你讲说 机器人2537 你看一下 对不对 拉到这个地方 不跟就是不跟 严重的高估 我跟你讲 机器人这一些股票 少者要修正三成到 六成 这个股票 各位 中光电已经修正将近三成了 我跟你讲 讲对了 那你注意一下 6125 会不会修正五成到六成呢 各位值得你深思 2359 要不要修正五成到六成呢 各位值得你深思 再来 2465 这个高估的股票 这个高估的股票 这个地方出天亮 最大的阻力跑掉了 只剩下一些怎么样 次大的阻力还在里面应称 那这一些股票会不会修正到五成呢 各位 你看 我跟你讲说 5371 已经修正到三成 接近三成了 再来 6188 也要修正三成 那你看一下 我跟你讲说 高估的 有没有 开始修正了 2464 开始修正了 为什么 因为五月营收公告出来 大家应该已经看得出来 第二季的营收 那机器人一直在炒作 结果怎么样 经过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结果你公告出来 营收都根本跟不上来 那你各位投资的 你注意一下 你把这个股价炒到这么高 各位 现在投资人水平提高了 我不跟就是不跟 你能怎么样 所以你应拉这个 我不跟就是不跟 你应拉这个 我不跟就是不跟 因为怎么样 各位 日线大盘出现 二度熊辈里 所以我跟你讲说 应拉台积电跟 红海 把这个指数创新高 可是你一创新高 这个一度熊辈里 二度熊辈里 这个反而会让大盘怎么样 应量大量的危机呢 所以各位投资人 投资人就很聪明 我就看怎么样 这些高股股票 有人应拉 那就让他去拉 我们静静的看 静静的看 你拉这个 当时你拉这个 结果怎么样 那明天 重电股会大跌 我跟你讲 这一档 这一档股票可能会杀到跌停板 为什么会杀跌 那引动 重电股全部都杀下来 第一个重点 但是我们跟你讲 6176 各位 3013 这个3017 有没有 跌到这个 这个季线 我跟你讲说会反弹 2383 跌到这个 也差不多 再做一个震大 3044 跌到这样 好 你看一下 获得AI伺服器的 帽连 开始往上走强 所以明天 各位投资的你注意一下 强势的股票 会让你想不到 那弱势的股票 可能目前市场上 最热门的股票 就像我跟你讲 当时这个地方最热门 把你打下来 把你打下来 当时这个地方 2464 蒙利这个地方最热门 把你打下来 2371 中光店最热门 把你打下来 有没有 还有先前我跟你讲 那一些怎么样 黄仁新来讲的股票 你看一下一档 6166 下来了 有没有 拉上去大股东 乐好高兴 3088 这个地方大股东 出了很高兴 5474 拉上去 出了很高兴 有没有 4549 大股东 这个地方出了好高兴 有没有 8374 楼森 大股东 这个地方出了好高兴 现在只剩下一档股票 5484 可是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 涨到这个地方 各位 量子放大出来了 明天你要小心 所以这个盘式 内行人已经看出怎么样 从4月营收公告出来 5月营收公告出来 第二季人家已经1PS 大概抓得出来了 我再讲一次 4月营收公告 5月营收公告出来 人家第二季的1PS 大概抓得出来的 也就是人家已经看出怎么样 谁 是低估 谁 是高估 那真正低估的股票 各位 你注意一下 明天开始会开始热身 一档一档的窜出来 好 这个跟你讲说 大陆上海股市 我上礼拜五 老会员都加码怎么样 假设你要买10张 你先加码5张 各位 黄老师另外5张 将在 后天 将在怎么样 礼拜四 礼拜五 按照计划 宏地布局 今天怎么样 大陆股市 那尾盘 那我跟你讲说 大概在 再踹一次 那那一次 我买进之后 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开始往上走高 各位投资人 你注意一下 护身也是 好 再来我们跟你讲说 会投资人 你要注意一下 五月营收已经 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上礼拜五 有跟你讲说 有没有 各位 你不要看这个 单列的营收 你看这一档股票 单列营收 对不对 从0.734亿 跳升到1.39 哇 大家都认为它非常好 结果呢 五月营收 当到1.01 我跟你讲 有些股票业绩 公司派 我再跟你讲 有一档股票 公司派动手脚 各位哪一档股票 就是这一档股票 你看一下 我很早就跟你讲 公司派把 去年第四季的EPS 挪到怎么样 第一季来做 所以你看一下 第四季EPS 只赚了多少 0.57 哪有可能会这样 你看看 这个第四季营收 跟第三季营收 差不多 这个怎么样 这个赚怎么样 将近1块3 这个地方只赚多少 0.57 所以跟你讲 这个地方做假账 实际上做假账 但是表面上 我们不能讲他做假账 这个叫做做账 所以第一季怎么样 你看到 哇大成长 2.27 可是你看一下 4月29.53 5月 当到怎么样 24.4 所以他的账都做在怎么样 第一季 所以明天四季 我跟你讲 重挫 不排除 跌顶板 引爆 重电股大跌 为什么 各位看这里 看这里 我跟你讲说 我们一党一党来比较 各位 你应该要怎么样布局 华城五月营收还没有公告 但是今天 跟你讲 第四季 第一季 1.29 所以这个第二季 应该会很好 但是再怎么样 好 我们估计今年 EPS怎么样 15块8 各位 茂联市 AI157 我们估计今年怎么样 18.5 我们公司估20块 我估18块半 各位 18块半 债291 15块8 债291 各位 你改比较 台光电跟华城 11112年 EPS 16.9.8 第三季 6.04 2.93 第四季 5.92 4.28 第一季 5.76 2.46 就是让你怎么样 第五月份 应收大幅成长 我跟你讲 算出来 EPS都不会超过15块8 可是台光电 EPS 24.8 各位 要买24块8股价在422.5还是买15块8792 所以各位 这档股票明天再度急拉准备空单对户 各位 各位 你再看一下 华城 各位 我们再看一个 华城 有没有 页线图 雄辈里 AKD 交叉 向下 华城 页线图 从高点到这个地方修正21个月 AKD在低档交叉 请问 你要买AKD交叉向上 还是要买AKD 熊 背里交叉往下 而且他怎么样 各位 他18块半 291 他15块8 792 请问各位 你要买哪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明天拉上去 我跟你讲 有人想空它 这一档股票今天拉回 明天第一档有限 那你看四店 我跟你讲 四月五月营收 占低级的营收 54.8 我跟你讲 四店今年EPS 8块8不会到达 好 不会到达8块8 股价在245 各位 这个三块半 这个占69.7 你2.27占54.4 所以你这个怎么样 第二季一定比2.27来的差很多 这个第二季应该是比3.5来的高一点点 那你看金像店 第四季2.55 这个占到70% 所以各位哦 见点14.6 213 不到8块8的股价在245 12块的股价在187店 请问你买12块187.5 还是要买8块825.5 各位 所以明天注意哦 四店出现重挫行情 引爆所有怎么样 重店股 这一档股价在这一档股价在这一档股价 提威西公告出来了 提威西第二季跟第三季都是习惯性的淡季 但是我跟你讲说 Stayphone他改变他的结果 各位 你看一下 东阳 提威西 提威西 第一季2.01 亚历0.89 差多少 差一倍哦 亚历0.89 东阳1.98 好 你如果4月5月占的第一季的营收比例 增加很多 那就没话讲 可是怎么样 你占64.1 67都还拿不到 第二季是淡季 但是我跟你讲说 现在淡而不淡 这一档股票明天跳空 提威西 那这一档股票 我们把EPS怎么样 调高到5块钱 各位 你改皮革看看 第一季 0.89 哎 那这怎么占64.1呢 第一季2块钱 又占68.4 第一季1.98 又占怎么样 68.9 都比这个来得高 所以合理解释 这个第二季的EPS应该比怎么样 1.98 还来得高 应该怎么样 第二季应该怎么样 对2.8 但是它有外汇的收益 那亚利也跟你讲 也有外汇的收益 各位 当然我要买4块8 668.5 我怎么会去买3块8 124.5 我怎么会买 我当然要买7块2 119 EPS是它的两倍 股价比它来得低 EPS是比你来得高 股价比较低 所以各位投资点 重电股 明天又有人准备空汤了 所以各位 你就抓得出来了 抓得出来了 谁是低估 谁是高估 好 再跟你讲一档股票 各位 为什么今天中兴店就估了 不敢去啊 很简单的道理 1513啊 为什么今天各位看一下 它都黑的 你这个还敢拉 我真的很佩服 明天空它 但是我告诉你空 我不是告诉你乱空 一鼓作气拽而塞 三二姐 明天准备空它 一鼓作气拽而塞 三二姐 那为什么 四店今天有人先闹跑 你看一下 从255 今天就25 所以跟你讲 明天四店一定崩下去的 因为从它的业绩 这个骗不了人啊 你看一下 这骗不了人啊 四月五月占营说怎么样 低级54.4 各位 那你看一下 雅力 你再看一下 雅力 EPS3.8 一二十点 这个调高到五块钱 明天提位息开高 就冲上去了 好 那你看一下 这些 这些四店 好 再来你看一下 各位 所以中心店为什么 中心 第一季EPS1.93 各位星期间第一季2.6 虎联3.32 好你看一下 1.93 4月5月的营收值 占64.7 所以中心店第二季一定比怎么样 比1.93来的差 那虎联 尤其这个怎么样 83.1 哦 这个不得了 这个可能第二季跳到怎么样 3块钱 这个第二季可能跳到怎么样 3块钱 那你算一下 11.4股价在167 11.5股价在166.5 7.8 177.5 请问 你要买星琴 买虎联 还是要买中心店 我跟你讲 中心店赶快跑 跟你讲 四店赶快跑 亚历你赶快跑 华城拉上来 你也赶快跑 哦 所以跟你讲说怎么样 骗不了人啊 因为高估低估 人家已经看出了一个方向 好 再来跟你讲 股票 有没有 我跟你讲说 中贵公告了 第一季EPS 1.0.15 4月5月只占70 好 立敦 0.74 占81.2 信仓店 0.85 占74.4 中贵 1块钱 47块 2块8 42.2 3块 所以各位 中贵 我跟你讲 主力越撑越死 这档股票一定会崩 我跟你讲 这个都是座驾 没有用 主力硬撑 会像怎么样 这个主力还很聪明 他赶快落宝 而这个主力怎么样 硬撑 撑得越久 死得越惨 我给你讲 死得越惨 中贵 你怎么比 1块的股票 47块 3块一个股票 48块 2块8的股票 42块 你 你要买1块 47块 还是要买2块 42块 你 一桶 4月营收2.64 EPS公告 0.01 那你这2.8又怎么样 各位 1块钱 还不到 我们公司估4毛钱 高估 好 明天这一档股票 你注意一下 第一季EPS0.57 应该打0.3 4月营收 5月营收 占第一季的79 这一档股票占多少 高10% 第一季0.57 而且怎么样 4月5月占第一季的90% 所以明天这一档股票 跳空 我跟你讲 一定跳空 因为怎么样 KD已经到达第一档 测到怎么样 半年前 所以这一档股票 一定跳空 好 金区 明天也是上涨 连茂你看一下 所以细格也往上走高 各位 我这样跟你分析 各位投资人 你就看得清清楚楚 5月营收已经公告了 人家把4月5月营收加起来 就估算的出来 第二季EPS多少 那第三季 第四季 进入怎么样 忘记 所以明天各位投资人 明天强势的股票 完全跟你怎么样 想象都不一样 跟你所想象的 都不一样 各位 你这样分析就很清楚 所以各位投资人 现在投资人水平很高 高股的股票你硬拉 没有用 不跟就是不跟 除了不跟 拉上来 红高还有人会怎么样 会打空你 因为投资人水平提高了 绝对不是那种 傲乞 我上次跟你讲过 什么叫傲乞 各位投资人应该知道了 所以现在投资人 投资水平提高了 大家都怎么样 哪些股票低估 自然而然在这个盘面 很清楚看 所以那些高股的股票 硬拉 我跟你讲 没有用 你还是要回归到怎么样 真正有基本面的股票 各位 认同黄老师观点 请你带进来加入我们行内 今天跟投资朋友 报告到这里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